哇 這個動作看起來也是很專業 是 而且有打過棒球的感覺 他會打棒球 還會打籃球 哇 期待期待 下一位王品浩 他所提供的參考成績 高達了六號 第一次 超棒的勝利 我本來以為 曹佑你已經設下了一個 永遠不可能突破的紀錄了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沒什麼助跑欸 對 他如果有在練習然後助跑 我覺得有可能70喔 是 大驚嚇 而且王品浩呢 也是這一次最高的選手 他快要190公分 出手很漂亮對不對 對啊 因為挑戰也是 射尖 射尖 所以他還沒有有權力 所以他還沒有有權力 還沒有有權力 成績65.53 好成績耶 真的 非派人 對 對 對 王品浩的成績 65米53 已經非常非常逼近 曹佑寧也成為了我目前 大會紀錄第二高的成績 只差曹佑寧不到5米 太驚人了 大家要知道 小潮是選手出身 品浩他只是用單純可能自己的能力 或是過往的一些經驗在做這個的投擲 我相信再給他一點點時間 我覺得這個部分有機會喔 如果這一項有被打破 我覺得那個實在是 一定是會非常精彩 王隊的三對三籃球賽 上半場6分鐘 比賽即將開始 基本上一拿到就要開始進攻 沒錯 今天很急過 紅隊為力了 外線 同學 進攻籃板 進攻籃板已經是兩波了 對 無敗好難度過 打上去 切進去 這場打進 好厲害 黃手啊 這個籃球也都是他的興趣 很常打籃球 小心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看來 五比五平手外線 對 王品浩 又重進 握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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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力手啊 藍隊的進攻球權 王品浩又來 右手進 王品浩 簡直 不要看 不要看 其實徐欣揚出手還滿準的 剛剛可以吃你嘗試看一看的 還沒 王品浩 太緊了 這個球打板還進 快打板進 合分繼續啊 王品浩 好 一開始我以為你會主打禁區籃下 你有升高優勢 反而你是外線 非常厲害的經驗耶 其實 其實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是打比面美術 但是 他們真的防守太硬了 然後我又很 很就是 碰撞不進去 所以我就把它拉出來 然後利用我自己可能 過人的那個優勢 或者是回來的經驗 這樣 喔 喔 今天一整天的賽事呢 比了巴格 還有美式奪比球 以及最後的三對三鬥牛賽之後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獎項 就是單人 MVP 這個獎杯 會是屬於誰的呢 得獎的是 王品浩 恭喜過人的品浩 對 恭喜過人的品浩 過人的MVP 跳遠到底應該怎麼跳 全明星選手示範給你看 第一種破紀錄的跳法 哇 四五四四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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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種 MVP帥氣的跳法 有 有成功 哇 有成功 而且王品浩盡量地把腳往前伸 第三種 超認真的跳法 無尊 奮勇加速 他保守比較保守 他選擇完全沒有踩到起跳板 對 就先拿分再說了 對 他起不來了 好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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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要看起來 怎麼那麼笨重啊 剛剛 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 無尊這次一定要有成績喔 因為藍隊現在都比較驚險 每一棒上來 除了賀君翔 兩次都有成績之外 其實他都有一次是 沒有成績的狀況 無尊奮勇加速 他保守比較保守 他選擇完全沒有踩到起跳板 對 就先拿分再說了 對 他起不來了 現在也嚇死你了 無尊沒有看起來就 怎麼那麼笨重啊 好尷尬 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 無尊有意思 對 成功 成績不是很好 我有提早 藍隊無尊 第2次試跳 成績 4 米 3 4 而且你們在測試的時候 他也是 下去說再也起不來 才會笑死 好現在王品浩是絕對 必須要成功 他成功的話 還有一絲絲的機會 對 就是 而且他成功還要跳超過6米06 有成功 有成功 而且王品浩盡量的把腳往前伸 可是他的背後 好像滑壘這不行的 對 打棒球滑壘這不行的 接著腳伸的同時 你屁股也要盡力的往前縮 對 腰要挺起來 因為他是像滑壘 背部著地 王品浩第二次試跳 成績5米55 現在王品浩成為我們的大會 紀錄第三名 MVP 得獎的是 王品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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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來來 得獎感言 這是你第二次MVP囉 我今天拿到MVP 我自己給自己的心態就是 我想要為他去 去拚每一場比賽 因為他其實今天的 每一項項目對他來說都是 很有把握的 那他今天真的很可惜 謝謝我的隊友 恭喜王品浩 王品浩要登場了 是 打過棒球的 還記得大會紀錄 曹宥寧 是50 1038 加油 品浩 外野手的杯 加油 王品浩 第一次的投資 超過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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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十 品浩第二次投資 出場 超過的 超過的 章亭湖成為了大會第三高的紀錄 第一球沒有進 第二球的侯俊 這一球 投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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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手了 再投中就是 再進 進球 再進球 投進就破大會紀錄 破大會紀錄 全民心王品浩神射手發威 投籃多8分 破大會紀錄 全民心20號2度奪下MVP獎之後 最新一集還要幹大事 多虧了賀軍翔小美哥 在投籃大賽最後一球追平比分 他必須要投進一顆喔 不然的話就要輸囉 對 再投進一顆 三秒數 其實還是夠的 最後的機會 為 兩隊都可以 我覺得我們大家 的心態都從美哥那一球 開始有了一些改變 對 沒關係啦 這些都是 場上會 這個比太好看的地方 到最後一刻 那個 英雄小美哥 總覺得某些運好像 就是不戰敦我們這一邊 紅藍兩隊進入延長賽 讓王品浩迎來高光中的高光 接下來是王品浩 這時候是真的要 哇 看一下信耀很好 王品浩只要投進5分就贏了 沒有拋線啊 一球沒有進 第二球投進 投進了 太贏了 失智 比三球的嘗試 這一球投進 現在已經2分囉 在湖底的位置 在湖底的位置 高點 紅藍 有 翻翻了 再一球就平手 來到第三個定點位置 只是多一點 紅藍 平手了 代表中就是蔡佳 加油 紅藍 再進進球 再進進球 幾勝 億 現在就是要來破紀錄的時刻了 頭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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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剛超越了 張廷虎第一季創下的 七分的紀錄 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就追蹤出了背後咖啡 好厲害 我個人請你吃飯 我覺得這一集應該請我吃飯 好厲害 劇劇努力量 10、1、2 都是很年輕 王品牌 公開應該挺好的 不是 對耶 王品牌不錯耶 你的次王品牌都用翹的 它不是用挖的 可以 可以 有數喔 真的有 喜恩像是品浩在跳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的確是跳得比較高 對 滯鋒感也比較久 這個原因是跟姿勢有關嗎 有 跟它的回收腳有關係 因為它回收腳不是用側拉的方式 而是用正拉的 所以它要為了要正拉 所以它把高度踢得很高 嗯 那其實剛剛安安雖然是略輸於品浩一些 但看起來安安的姿勢如何 安安的姿勢其實還不錯 它只是輸在於它起跑第一個人 它可能沒有辦法克服那個心理 然後所以它後面才慢慢的有點追上去 是 屯姬紅隊9秒375 喔 屯姬紅隊8秒78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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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奇怪 8秒78 王品浩的成績是8秒78 已經追平了大會第三高 潘均倫啊 一模一樣8秒78的紀錄 好 藍隊的王品浩 來了 準備出發吧過人的品浩 王品浩前面六次啊 通通都跳成功 對 品浩穩下自己的心 100千 100千 超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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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片啊 以為大家都在替它打氣 我們進入了第三季 總管軍勤 阿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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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接下來就要去獎王 你不如不追加運動精神獎 有獎的獅子 恭喜我 這個樂隊可能說 說長不算短 說短不算短 但是 在這次的樂隊我可以說是我 從以前到現在最開心 然後最享受的日子 最近有點很疲憊 然後 我覺得這就是重點 這才剛開始 希望大家更疲憊 越來越棒越來越好 繼續往自己越來越快 謝謝